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星凯 为了二款肉大大歌喉战 唱到耳朵脖子都红了的画面引人发笑 接目的最新一集 众人前往南韩职报 去首帝大号家拜访 经过美式躲避球机战后赢得胜利 获得到大烤肉的机会 吃完一轮大家都亦有未尽 因此女生机提议 倘若谁能得到李太太欢心 就能再获得两块肉 为此 偶像歌手出身的陆星才 率先开档大秀歌喉 轻唱BTOB的Missing You 唱到耳朵都红了 原来李生姬吐槽 你是当演唱会在唱吗 在没隔多久 同时歌手的李生姬 自己也不甘示弱的开始轻唱起抒情歌 还吵得相当陶醉 让着一旁的梁氏酒 看了相当傻眼 表示 没了肉 又需要做到这种地步 最后夺得第二名的陆星才 更开心 倒站起来欢呼 又让人惊呼肉快的力量 实在太伟大 陆星才 没了就 热场 一来李生姬吐槽 反射3Y O O T U B E 隔了多久 李生姬 自己也开始唱得相当陶醉 反射3Y O O T U B E 两人的行径让 从为主持固定班地的梁氏酒 看了觉得相当傻眼 反射3Y O O T U B E 相关影片 影片写取3Y O O T U B E 如刀删除请见谅